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JN Support 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想和我讨论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尽量回复 今天为大家带来欧洲主总联赛 欧联杯 欧霸杯的16强赛第二站 3月17日的8场赛事分析 首先第一场是兵工厂 主场对阵里斯本运动 上一站他们在里斯本运动的主场2比2打成平手 那兵工厂在这一站之后 上周回到英超 用做客3比0横扫这个复热母 该场我们也有做直播 兵工厂是不留其面的 上半场就进了三颗 后面复热母就死守了 兵工厂也就没有再太硬要取分 一直做一些尝试更换人员啊 或是一些其他的布阵 做练习 更是在70分钟左右就早早换人下去休息 保留一些体力 为了就是要赢下这个欧霸杯 本季呢他除了英超冠军 欧霸是他谨慎的舞台 因为他的主总杯以及英联杯的比赛呢 很早就出局了 因此这是他双料冠军剩下的舞台 认为他是会很用心的做主杯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里斯本运动 他回到普超之后呢也是3比0 击败了这个第10名的这个伯阿维斯塔 但他有一颗是乌龙球 那另外一颗呢是90加3的桑亭普什进的 跟兵工厂不同 他是在主场赢球 那兵工厂是做客福乐 因此呢主客场在上一次这样子打下来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等于就回到了原点 我认为不论在实力上还是主场优势上 兵工厂大概率都能拿下比赛然后晋级 但里斯本运动也不弱啊 我认为他是可以进球的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双方进球 那这边就是推主胜 然后大小分是2.5大 比数就是2比1以及3比1 然后双方进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圣基来袭主场对战柏林联盟 如果要说上一战 这个兵工厂2比2 跟这个里斯本运动 那这个就更夸张了 圣基来袭跟这个柏林联盟 在柏林联盟主场是战到3比3合局 虽然这一场合局 我们在上一次的影片呢 有提到我们也有中这个合局 但我们没有想到踢得这么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圣基来袭的近况 他在这一场跟柏林联盟的比赛 踢完之后 回到比甲呢 是做克这个比甲第一的亨克 然后以2比1引球 这个气势上 加上现在呢 又回到他们的主场 要面对这个柏林联盟 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 整体也延续了这个良好的境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柏林联盟 不但上一次没有在这个主场呢 拿下这个分数上优势 3比3回到原点 回到德甲之后 又是做克这个狼宝 又踢成合局 而柏林联盟目前呢 在德甲的5场败仗呢 全部都是在客场诉求 这个时候做克这个比利时 这个圣基来袭 我认为是凶多吉少 而且面对这个实力差不多的队伍呢 虽然他能进球 但是输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这5败目前都是客场诉求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方向 那上一次双方交手这么大比分 这次又回到原点 所以应该两边还是会打一个对攻 毕竟等于是0比0嘛 所以我们这边一样是考虑这个2.5大 那推荐是主胜 因为圣基来袭在这边呢 应该是会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场优势 那加上他又赢了这个亨克 就是比甲第一名 而且还是做客赢的 所以怎样来说 他的气势上都比玻璃人某还要好 那我们会考虑这个2.5大 以及比分是2比1跟3比2 然后双方进球也一定考虑 因为上一次都提这么大了 这一次再度打对攻 我认为应该是双方进球是一定会有的 接着是费伦斯华路士主场 对阵沃沃库森 热沃库森 那上一战呢 是两队热沃库森是2比0 然后之前我们有说过 双方在210有交手 主场互相取胜过 但是呢 这一次费伦斯华路士 回到胸甲之后呢 在主场上半场先被对方进两颗球 然后57分钟后 对方就红牌了 就下半场的时候 他在90加6才踢进一颗球 最终还是就1比2输球 所以这个近期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尤其在 做客 做客这个热沃库森的时候 又是2比0 被他玩零封 所以近期的状况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虽然他目前是胸甲的第一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沃库森 上一战跟这个菲伦斯华路士 踢完之后 然后回到德甲 做客这个文达布莱梅 是3比2赢球的 虽然目前呢 他的在德甲这个10场败仗当中 有一半的5场是客场输球的 但是除了奥格斯堡之外呢 都是输给这些上游球队 例如说多特蒙德 阿比萊比锡 拜仁慕尼黑 这几个都是算抢队 我觉得做客的输球也算是蛮正常的 但是估计这一场呢 对方的主场的话 热沃库森会保守的踢 他会先守再攻 因此我们这边会推 比较推就是核局的部分 那也有可能就是热沃库森小胜 那我们比较推荐这个2.5小 克胜跟这个核局都比较有可能 那比数方面来到0比0进0比1 就比较推这个2.5小 因为上一次也是2比0 那飞沃库森可能在主场也踢不出 这么强悍的这个进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就是皇家社会 也是这个AS罗马 上一战呢 AS罗马在主场是2比0 这个皇家社会 那皇家社会在这一战回到西甲之后 做客这个第十名的马约卡 居然1比1踢到核局 就是比较不应该 最后呢 90分钟他自己也领一张红牌 所以说本季在西甲12场的主场呢 是5胜3败4合 整体来看主场优势没有到很明显 没有超过这个5成的胜率 就是完全胜率 如果是核局比较多的话 就比较难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这边 在这一战踢完之后呢 回到主场面对这个萨索罗 上半场呢 45加2的时候就红牌了 所以导致少1人踢 最终在这个主场 就是3比4输给这个萨索罗 但是呢 这是因为有一张红牌 那除了这张红牌的意外之外呢 本季他在课场 只有300而已 所以做客的成绩并不差 而且目前是有两分的领先 我认为他也是会先手再攻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推的 就是核局 但是我们会不推客胜 皇家社会的主场 我们还是给他 就是有可能进球这个方向 那核局或是主胜 比较推这个是2.5小 那比数来到0比0呢 以及1比1跟1比0的部分 然后上半场核局这个也是比较推的 接着下一场是飞燕诺主场对阵 顿内赤克矿工 上一战两队在矿工的主场是提到1比1核局 然后这一场我没有说 这个组合呢是最难预测的 两队在各自联赛都非常强 矿工已经就是变成无超第一名了 然后飞燕诺一直都核甲第一 这两个都是第一 真的在联赛级别程度上面 或许有一点差距 但是都是挺强的 那飞燕诺这边呢 在上一战踢完之后 回到这个核甲 是2比1在主场赢球 延续这个核甲进5场 5连胜的姿态 就完全没有输 延续这个气势呢 加上现在就是主场优势 我认为蛮大概率可以 把盾内刺客矿工打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矿工 他回去之后 是在课场3比0很少对手 仍然是保持这个强度 但是他做课这个 在国外的战绩 通常都蛮差的 然后矿工 主要没有在主场取得一些 一分领先的优势啊 就比较难赢 损失算是蛮大的 上一次也是2比1先领先雷恩 后来做客居然被 就是0比1拖到延长 但是这次没有领先优势 能够再续命了 所以我估计 他的欧巴的终点就在此了 虽然防守能力仍然存在 但非烟诺的主场活力 我觉得我也是蛮凶猛的 他在联赛上面的进球数 都在主场都是超过两颗 所以我们这边会推2.5大 然后主胜 然后比数是2比1 以及3比0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都想要了解这一场 皇家贝蒂斯 主场对阵曼联 那上一战呢 曼联是大开杀戒啦 就是4比1在主场先一下三颗 那贝蒂斯这边基本上就望尘莫及啦 因为三颗的领先 皇家马特里就告诉我们不可能啦 但是不同的是 皇马呢是在客场就领先三颗 而曼联是 皇家贝蒂斯现在还要回到主场 所以他有三球的这个优势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皇家贝蒂斯 他在被曼联领先三球后 回去西甲坐客车第六名的比利雷亚尔 双方是占到这个1比1合局 近况在这个进攻端有缩水的问题 目前是没有什么得分的这个能力 近期这个中场的组织又被封锁住 这一场应该是会想要破阙取分 毕竟回到主场呢 有三分落后 然后但是他又怕这防不住这个曼联的攻势 应该会以这个433这个全攻全手的阵性为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曼联 曼联回到英超之后 上一场因为卡萨米罗红牌 对阵这个南安普顿 上半场就少踢一人 就又变成0比0合局 除了这场意外之外呢 欧联的这个赛斯卡萨米罗是能上 因为这两边的红牌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些朋友他们会搞不清楚 这个红牌的这个规则 那因此其实并没有影响太多 目前带着这个三分领先呢 做客这个西班牙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守住胜利 然后晋级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 这场呢 大家会看好曼联再度打开杀戒 或是说贝蒂斯可能在主场小赢一些 但是我告诉大家 贝蒂斯防守不差 他在主场防守 尤其是在主场防守 他是有合局过这个皇家马德里跟币尔包经纪 这两只都不是很弱的球队 曼联呢 他也是领先啊 他不用 不用硬拼 所以我认为这场合局的几率很大 那也蛮推这个2.5小 因为毕竟 不用踢这么大 就算曼联输两个球 他没有进球 他都赢 那这边就会推合局 然后大小分会来到2.5小 比数呢 可能就是0比0 以及1比1 接着这一场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弗莱堡主场对阵尤文图斯 上一战呢 尤文图斯在主场呢 是1比0取胜 但是 弗莱堡才由日本的这个国角 唐安律踢进 布莱基大可能是1比1合局 然后上一战输给尤文的时候 弗莱堡几乎没有在进攻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数据 基本上全部在防守 射门次数只有一次 这是非常夸张 整场只有一次 似乎就是想靠这个防守 先守住这个客场不失分 再回到主场来发力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尤文图斯 他在上一战结束之后 回到一甲 主场是4比2赢下了桑普多利亚 虽然他不是什么强队 但是他们在上半场就已经替成2比2合局 而且是桑普多利亚有先进球 下半场尤文就没有再让对手得分 锁定胜局后 90加4的桑庭捕时又补了一颗 但是目前尤文图斯的伤员实在是太多了 可能会影响此役的战况 加上是客场作战 仅以一分领先做客弗莱堡 要靠防守迎球难度 其实是挺高的 两边打对攻的可能性比较大 估计2.5大机会也很高 因为尤文其实一分领先做客 并不是多大优势 这跟00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尤其福埃堡不可能在主场没有进球 那两边打对攻机会是真的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推这个2.5大比较推荐 然后主胜 那比数来到2比1以及3比1 弗莱堡是在蓄力哦 那我们这边推荐的是双方进球 这个也很推荐 尤文图斯会想拿多拿几分来这个进步 毕竟只有一分领先 福海堡主场不可能没进球 接着就是最后一场 费内巴切主场对阵塞维亚 上一战呢 塞维亚在主场是2比0去胜这个费内巴切 费内巴切呢 因为这个土耳其地震的关系啊 就是很多赛事都延后 所以上一战结束之后 他们并没有连赛赛事 因此是休息蛮久的 虽然是有充足的体力 但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一战即便是当时已经调到 17名的这个塞维亚 还是能2比0他们 而且两球都是在下半场进球的 这场我认为应该会持续增添这个保险分 而且费内巴切休息很久 然后上一战费内巴切交手的时候 只有这个12次射门 5次射阵 但是你这样看 其实他射门还比塞维亚多 但都没有办法进球 即便有这个体力上的这个休息啊 但是呢 塞维亚防守 证明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让 3月8切取得任何一分 在主场也很难有球 不太看好会晋级 而且尤其长年以来 这个欧联的赛事 土超的球队 通常都很难再往上爬 然后我接下来看一下塞维亚 塞维亚本季在西甲已经跌到的就是上时候已经跌到17名了 但现在因为靠上一战的这个成绩 是有获胜的 然后 目前又回到了13名 但费内巴切这个土超第一名 跟五大联赛的这个战绩 我认为真的是不能相提比论 尤其是在上一战就看到 这是被2比0 更何况塞维亚现在有两球的领先 我认为呢 还是会 以433或3421的阵型来应战 增添一些保险分 那防守能力上应该还是可以零封对手 所以我这边认为会克胜 然后大脚分给到了2.5小 然后 比分的话是0比1以及0比2 那今天就是总共8场分析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